可是問題就是統計的資料裡面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它是針對行政區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改成縣市的話 那這邊會發生一個問題 我要怎麼變成縣市 也就是那將來如果你要做一些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樞紐分析表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統計的話 你一定要有那一個統計的欄位 你才有辦法做那個統計的資料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少一個縣市 我就沒辦法統計 那我要怎麼統計呢 就是把縣市變出來就OK了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把縣市變出來 那我們可以從哪個地方去抓到 你會發現前面不是有郵遞區號 所以我就找到一個線索 剛好那個郵遞區號 我就找了 我都Google查一下 好像中華郵政它有一個對照表 但那個對照表蠻奇怪的 排的有點怪怪的 它不像說一般 所以你們往下找 我這邊有一個連結 缺少欄位有沒有 它可以從中華郵政 後來我都Google查了一下 那個什麼郵遞區號對照表 那從這邊有一個連結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郵遞區號的那個一欄表 那這邊就有一個Excel 我就把這個Excel下載下來 比如說我希望把它做一個比對 然後我主要是希望可以查到 什麼呢 查到這個欄位 哪個欄位 就是這個OK 各位可以看到 然後它這邊就顯示出來 就是100的話有沒有 那就中正區 那實際上我希望可以把這個台北市 放到這個中正區的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這個空格裡面就要填台北市 但問題來了 哇 這是這麼多資料 那當然喔 總共有多少資料呢 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游標放A1 Ctrl向下 Ctrl向下之後呢 意思就是說幫我跳到這個資料的最下面 千萬不要用捲軸 像一隻捲軸也可以啦 我要捲很久 我建議是記一個Ctrl向下 那如果你要跳上去怎麼跳 Ctrl向上嘛 那如果你要跳到最右邊呢 Ctrl向右嘛 有沒有 Ctrl向左 所以Ctrl很好用 那如果你Ctrl再加一個Shift會怎麼樣 Ctrl-Shift向下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多一個什麼呢 選取 OK 所以喔 如果有Shift則就是多一個選取動作 Ctrl向上 如果你要整個選取就Ctrl-Shift向右向下 就全選了 這也很重要 這快速鍵雖然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平常很常用到 如果你不會用 我常看到有人在那邊用滑鼠那邊捲來捲去 然後滾輪在那邊滾滾滾滾 那常要過頭 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所以建議啦 你可以Ctrl向下 那我們Ctrl向下得到什麼呢 也知道說 它現在呢 總比數 有的 各十、百、千、萬、十萬 十一萬多比 所以十一萬多比 假設說你用人工的方 你像說 老師我Ctrl-C、Ctrl-V、C、C、C、V 十一萬多比 請問你要做多久 可能你做到下課應該都做不完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應該要用對的方法 那什麼叫對的方法 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你就需要用到一個叫做 V路函數 VLOOK的函數 但是V路函數它會需要一個對照表 什麼樣的對照表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 這邊有一個函數叫查閱與參照 把他拉到最下面一個就是這一個 那這個函數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告訴它什麼呢 第一個 VLOOK的VALUE 你要查什麼資料 我要查郵遞區號 對不對 第二個呢 Table Array Table是表格 意思是說 那個對照表 所以那個對照表 可能要長什麼樣子 就是第一個欄位 一定要是郵遞區號 第二個欄位 可能就是行政區 第三個欄位就是縣市 那我們可以把縣市抓回來 這樣就可以了 一個對照表 可是問題那個對照表 現在有沒有存在 現在並不存在 所以怎麼辦 這個就是你需要把它變出來的時候 所以特別注意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把那個 縣就是對照表做出來 當然我們剛剛不是有下載了一個 這個郵遞區號這個對照表 你可以先把這個 上面這個可以刪掉 其實主要是下面這個範圍 然後選的方式 你可以 因為這個地方又中間有空格 所以你如果Ctrl Shift 向右 它會 配人家多按幾次 它才會跳 因為如果有空白它會停下來 然後Ctrl Shift 向右向下 下面還有 把它選起來之後的話 或者如果中間有空白它會跳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移到最下面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按Shift 鍵 再選起來 這又另外一招 就是如果遇到中間有空白儲存格的話 它會停下來 你可以用Ctrl C好了 那把這個增加一個工作表 把它放在一個新工作表裡面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排列 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我們要的結果 基本上就是要長 我們在雲端上面這邊其實就有了 就類似長這樣 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最後想做出來的 第一個是優地區號 第二個可以區或者縣市 幫我們用縣市好了 第三個就是區 三個欄位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做 跟各位講 因為這個地方 要不就是怎麼樣 你用土法煉鋼的方式來做 這個先關掉 因為我把它摳過來 這個就先不要存檔 然後這個一樣 把它稍微調過來一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乾脆我在這個地方 我希望把它合併 不過如果用以前的方式 變成你就是要土法煉鋼的 那當然一樣 我們會需要三個欄位 那做法上面 如果我不希望土法煉鋼 那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個表 也許先拿過來 這個是優地區號對照表 這邊給它一個名稱 好 那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變成 在我們雲端上面的第三頁 類似像這樣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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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